各位666宿会的家人,大家现在好,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读博课程,然后我们有网友提周老师录一个法律片 挺好的呀,周老师喜欢录法律片 因为财商是有四个能力所构成的 我从跟着老师学第一天,老师就告诉我财商有四个能力 第一个是营销的能力 第二个叫做财务知识 然后第三个叫做投资学 那最后一个,第四个就是法律 包括周老师讲到的财商的五大系统 最重要的一个系统就是风险管控系统 因为一个公司如果没有风险管控,一切都等于零 所以财商讲到财富自由 要想实现财富自由有两个性格条件 第一个是人身自由 第二个是时间自由 我在台上经常会问我的学生 我说黄光玉是穷人还是富人 王俊要是穷人还是富人 很多人说那肯定是富人 我说no,错,他们穷的只剩下钱了 在财商的理念里面,什么是富人呢 财务自由的人就是富人 然后拥有被动收入 能够实现财富自由的人叫富人 其他的都是穷人 穷的只剩下钱了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这个王俊阳先生非常辛苦非常努力 他代表了中小企业家 就是真的是主动收入 辛辛苦苦把自己的公司做成几十个亿的身价 但是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死了 一命呜呼了 他的司机说了一句话 30年前我一直在认为 我在给我老板打工 后来我发现老板在为我打工 为什么 因为老板死了 我娶了他老婆 我相信这个段子大家都看过 其实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种现状 那就是要不就是把自己给累死 然后企业做大了 人死了 要不就是企业做不大 然后呢 自己穷死 要不第三种 那就是被抓走 就像今天老师讲的黄光玉的案例一样 其实周老师非常非常尊重黄光玉 也曾经以他为偶像 但是当他进去的时候呢 我的偶像破灭了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啊 人生自由 时间自由 财富自由 如果你连人生自由都没了 你都被抓起来了 请问要钱干啥 所以我不敢保证你学习财商 你能够赚多少钱 但是我能保证的是 一个学会财商的人 绝对不会因为赚钱而变成牢狱之灾 所以人生自由都没了 那要钱干啥 时间自由都没了 都把自己累死了 那要钱干啥 所以要想实现财富自由 有两个行业条件 第一个是人生自由 第二个是时间自由 第三个才是财富自由 所以我们指的财富自由是一种状态 是一种财富自由的状态 是被动收入大一支出 是你永远在不用工作的一种生命状态 而不是说你财富的多少来衡量 所以法律对人真的很重要 为什么财商有四个能力所组成 最后一个就是法律 你不学习法律的结果就是 一不小心就进去了 那么录法律篇 周老师为什么有感受呢 因为这段时间确实也发生了很多事 然后很多都是周老师的学员 都是一些民营企业家小老板 赚的成员挺多的 一年反正几百万收入是有的 但是在两年前 大家都知道 法律平台非常非常多 什么云联会 大厂天下等等 然后做的都非常疯狂 然后很多很多中小企业都觉得 哇这个东西太好了 这个是下一个趋势 下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讲的如此好 如此好 如此好 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们交了五十万 交了一百万 交了两百万 买了某一个第一式的总经理 一栋市长 结果在一周以前 全部被抓走了 全部是领导传销队 那么当然了 也有一些学员 就是做资金盘 做资金盘 做返利平台 然后也是被抓了 所以就是当周老师看到的 这一幕的时候呢 我是特别心里难受的 为什么 一个传统企业做得好好的 最起码一年也有几百万的 备总速度 结果花钱买最受 这真的是花钱买最受 但是 但是不能怪他们 为什么 是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种平台属于非法平台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传销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资金盘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非法 所以 我觉得今天 录法律片的目的 不是我教你什么是法律 是你应该以此为警戒 敲刑警钟 最起码 你如果是个创业者 一定要请一个律师 跟律师聊一聊 让专业的律师 帮你公司规避风险 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业者 必须干的事 在美国人人都有律师 而在中国 咱不说人人吧 每家企业请的律师 不过分吧 但是我们中国人 什么时候请律师呢 一般都是在犯事的时候 坐牢的时候 才会开始请律师 周老师从创业第一天 我公司还很小的时候 我就请了个律师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法律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中国人 不是喜欢犯法 是不经意之间 就把法律犯了 所以在中国 有一本杂志 中国商人 他曾经有做过一个调查 那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最后活着的 不超过3% 一半破产了 还有一半累死了 还有一半在牢里 真的是这样 不是中国商人 犯罪居律 全球首位 不是说我们喜欢犯法 是我们真的法律意识太淡薄 不知不觉就把法给犯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去 真的是一定要去 把这个法律给学会 周老师为了学法律 专门请了好几个律师 而且我以前在北京大学的时候 经常去蹭法律系的课程 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具体的东西 周老师不能这个讲 讲完以后可能会 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 但是我希望的是 大家一定要有法律意识 一定要好好去学习一下法律 包括现在火的三级分销的模式 其实这种模式都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包括很多公司跟你说 它是做直销的 结果你网上一查 连牌照都没有 那这种做起来是肯定是属于犯法的 包括很多繁利平台 告诉你全繁 包括很多资金盘 告诉你投多少钱 就能赚多少钱 他就能赚钱 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呢 如果有那么好的事情 为什么他不去做呢 这不就是庞氏骗局吗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这个三年前 三年前资金盘火到什么程度 火到整个村子里的钱都被骗光了 那真的是 周老师也有讲过 洛阳这个市政府都被没了 包括我们村 我们村 我叔叔阿姨的钱 然后整个村子的钱都被骗光了 你把钱给我 我们给你反利益有多高多高 然后全没了 这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痛心疾首 真的是痛心疾首 特别是这种新兴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大家在赚钱的同时 考虑的第一件事是是否安全 周老师创立每家公司 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是否安全 如果不安全 这个事再赚钱我都不会干 我有很多很多的学员 天天拿项目给周老师看 周老师 你只需要让我在你平台上推广 你什么都不用干 只要给我挂个身份证就行 你每天躺着赚钱 周老师拒绝了太多太多的诱惑 不是给大家开玩笑 真的 周老师拒绝了最少几个亿 他们是拿了几个亿来诱惑我 我都没有干 因为今天对我来讲 我又不缺钱 我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呢 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创业者 一定要 一定要 真的一定要把法律学好 最起码公司法 你得懂吧 什么是法人 什么是股东 什么是注册股东 什么是分红股东 什么是传销 什么是资金盘 对吧 什么是诈骗 那这些基本的东西 你必须得懂 这些东西你不懂 你怎么去创业 那这种创业不是死路一条吗 所以我建议真的 财商对我们中国人太重要了 真的在创业之前 好好去学习一下法律 好好去读一下公司法 然后好好的请个律师上上课 再去创业 比什么都强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给大家敲行警钟 真的 因为这个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赚钱第二 然后这个赚了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能否化的踏实 我觉得这个才重要 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感恩大家 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财富自由 但是在财富自由的基础之上 一定是人身自由 时间自由 感恩大家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